讲一下EMU推车收车的两种方法 我们收车之前的话 先讲一下把手上的四个档位 最下面这个档位是收车安全档 我们在使用的状态下 这个档位是不要调到这个档位的 这个是收车的时候才使用这个档位 往下按住按钮往下推进行收车的 上面三个档位才是我们使用时候 需要调节的三个高度 可以根据宝妈的领度的升高去进行调节 这三个档位才是使用的档位 使用的时候不要用这个档位 第一步要把这样坐舱调节成90度 然后第二步就可以把这个刹车踩入之后 咱们保持这个车不动 然后往下推 按住扶手的按钮往下推 一下推到底 手不要回 然后直接往前合 是往前合 不要往后压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好 再讲第二种方法 我们把档位直接调到最底位的收车档位 现在就卡住了 同时的话 按住这个按钮 往前顶一下 手不要回 顶下去之后 手不要回 再往前合 好 这就是第二种收收方式 好 好 感谢观看